这个东西叫做一个对抗生成网络 也就是我们的东昌所说的一个GN 对抗生成网络什么意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今年来说还 今年来说稍微淡了一些 在16年来说绝对是16年最火最火的一个网络了 这个对抗生成网络 它是一个咱们的一个深度学习当中的一个分支 然后16年的时候在各大会议上 它都是各大会议上都有研究这个对抗生成网络 然后它的变形体现在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基本上什么样的东西都能做出来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我一些例子 就是怎么样把一个苹果变成一个橙子 把一个码变成一个斑码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对抗生成网络去做的 它实际上是做了件什么事 它实际上做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告诉了这个计算机 比如说我告诉这个计算机 咱们的一个人脸是长什么样 它就去学了一下 这个人脸是有什么样的特征 然后我让它就是去过生成一批人脸出来 它就会根据它学到这些东西 给我真正的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真能帮我生成出来一些人脸 然后咱们这个今天数据集 为了让大家都跑起来 咱们选择的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据集 还是用那个mini的数据集 因为这个mini数据集 它的一个大小是一个28x28的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 如果说你有GPU 你有GPU的话 你可以做一些稍微复杂的案例 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其他图像生成 比如说是做一些人脸的 或者是做一些任意场景 一批数据 但是这批数据必须都是长一个样子的 比如说一类数据 做一些汽车图像生成 做飞机的 做人脸的 这些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你想做一些复杂的 要求你的一个输入也是得稍大一些 可能你的一个输入就得是一个256乘上一个256了 一般都是一个256乘256了 大家就是256乘256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也没那么大 但其实大家如果说你去跑代码 是会知道了 一个256乘以256的输入图像 它会跑起来是非常非常慢的 你用CPU基本上是跑不了的 用CPU大家就不用想去跑那么大的一个数据了 你用CPU就只能跑什么 能跑一些Mini的数据集28乘28的 32乘32的 最好还是一个灰度图了 这些你的一个就是一个CPU 它大概一两个小时可能就能跑完的 如果说你想跑一个256乘256的 你用CPU去跑 正常情况下你就只跑个几天 可能都跑不完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一个CPU 大家在找案例 找数据的时候 你就找那些数据比较小的 然后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然后让你的网络结构再稍小一些 这样你才能跑起来 咱们今天案例 咱们的就是大家电脑都能跑起来的 咱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Mini 还是那个Mini数据集 咱们从这个CM一直到现在 都是用那个Mini数据集 因为Tentify当中 已经给我们就是内置键了 我们只需要给它加点键就可以了 那我来说一下吧 这个对抗生存网络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给大家画了一个图 左边是什么 左边我们可以管它 它是一个骗子 右边是一个警察 那它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对抗生存网络当中 它是有两个模块的 一个叫做一个生存器 一个叫做一个判别器 那生存器是用来做一件什么事 生存器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生存器 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画一下 这个生存器 首先来说 它得有一个输入 我们这个输入什么 通常情况下就是我的一个输入 它是一个Z 我让它是一个100维的一个噪音数据 什么是一个噪音数据 噪音数据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 就是非常就是一个混乱的 我们随机的产生出来了一个向量 反正就是一个随机的值 然后我让它通过了我的一个对抗 就是通过了我的一个生存器 生存器我们用一个大G来表示 通过了我的一个生存器之后 我希望什么 我希望我得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图像 比如说面对数据当中 它是一个28乘上一个28 再乘上1的一个数字吧 比如说这个数字 它是一个2 他们就希望生存出来这样一个图像 也就是说 我生存器的一个作用 是把我的一个噪音数据 产生成一个真实的数据 这是我的一个大G 我的一个生存器要做的一件事 那生存器是什么呢 我们生存器 我们可以把它显示成是一个骗子 为什么显示成是一个骗子呢 因为我们右边还有个警察 警察是什么 警察是我的一个判别器 判别器要做一件什么事啊 这块还有一个大D 这个判别器 它相当于是一个警察 我们来说 这个Z 它是一个骗子 它生存出来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认为 生存出来的东西 它是一个假的 就是一个fick的 它是一个假的 比如说 这个骗子要来骗我了 它拿来一张假币过来 拿来一张假币 我们来看这个2 是它实际生成的吧 所以说它是一个假币 这个假币呢 到我的大D当中 这个大D是我的警察 它要判别一下 它判别出来一个结果是什么 它判别出来结果只有两个 要么是0 要么是一个1 0是什么意思啊 0代表说 我的警察认为 他这个骗子给我的东西 它是一个假的 我要给它抓起来 这是一个0 所以它是一个假的 1呢 1说 这个骗子给我这个2 给我两块钱 我说这两块钱 它是一个真币 那它是一个对号 那这里啊 我们就可以来想这样一个问题了 有这样一个骗子 然后还有这样一个警察 左边的是我的一个大G 我的一个生存器 右边是我的一个判别器 那这一回我希望什么呢 我希望啊 是不是说 我生成出来的数据 能够越真越好啊 我们的对抗生成网络啊 它的一个结果就是 我想自定义的生成出来一批数据 比如说 生成出来一批的一个 咱们先来看一下结果吧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结果啊 哇 这是我的一个点 点带的一个结果 最终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结果 因为我的模型 网络模型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什么 5啊 6啊 7啊 8啊 9啊 1啊 还有一些什么3 这些数字吧 这些数字啊 其实都是我生成出来的 就是由我的那个噪音数据 它就是从无到有 凭空产生的一些数据 那我凭空产生了一些数据之后 我希望干什么 我希望让我这个数据能够以假乱真吧 我的对抗生成网络 核心就在于这个以假乱真 以假乱真怎么做呢 我们来想啊 就是说我生成了这个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 我又给这个警察看 如果说这个警察 他都认为我生成出来这个假东西 它是个真的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一个成功了 所以说啊 在对抗生成网络当中 我的一个大G网络 我的生成器 要使得我生成出来的东西啊 通过了这个D网络之后 它的一个结果是 越接近于一越好 也就是说 我这个骗子 我这个就是拿噪音生成数据 要能骗过我这个看别器啊 这是我的一方面 这是我的其中一方面 我要训练这个大G网络 让大G网络生成出来的东西 越真越好 什么叫越真呢 骗过这个大D网络 让这个大D网络认为啊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结果是一 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数据 这是我的第一步 然后呢 我还有一个第二步 第二步什么啊 这是我训练我的一个G网络 然后我还可以训练我的一个D网络 训练我的一个D网络是什么意思啊 训练D网络的意思就是说 嗯 现在我要让我的一个D网络 我们来看 让我的警察 那你说你这个警察不能形同虚设吧 它得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作用 它的作用什么 它的作用就是啊 要把这个骗子给它分辨出来 我们来看我这个大D网络当中啊 我要给它怎么样分辨呢 我一方面输入的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fake数据 对我G网络啊 而言我希望它输出结果是一 但是对我D网络而言 我希望什么 对我D网络而言 我希望我能找出来它是个假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D网络 D网络啊 它是有两个输入的 我们来看 这是我的一个D网络 D网络啊 它是有两种输入的 第一种输入呢 第一种输入 刚才大家看过了 就是我G网络啊 产生的一个生成数据 然后呢 还有一种数是什么 还有一种数据 就是我自身不能拿到咱们的一个数据吗 它是一个真实数据吧 那通过我的一个真实数据的时候 我希望什么 真实数据 它有两种 要么是0还是1 我希望真实数据的时候 它是给它预测成 哎呀 它就是一个真实的 然后呢 它要干什么 它要能把我的片子分辨出来吧 我的一个片子来的时候 我们来看 大G网络生成的数据 再通过判别网络 还是能够得出来0或者1吧 那我希望什么 我希望也能给它判断出来 判断成是0吧 也就是说啊 对于我的一个片子网络啊 不是片子网络 就是一个生成网络来说 我要把你生成的东西啊 预测出来 它是一个假的 它是一个0 对于我的一个真实数据来说啊 真实数据 它是可以进行一个真的 然后它是一个1 然后给它这块1 这块打了一个对号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大D网络 大D网络上啊 就是我们要进行两种数据 一种数据是我的生成网络数据 一种数据是我的一个真实的数据 大D网络希望什么 我们希望啊 我们的一个警察啊 他的一个分辨能力是越强越好的 其实呢 我们现在看啊 左边啊 是我的大D 右边是我的大D 那一方面 我希望我生成网络啊 它能够骗过这个警察 另一方面呢 我还希望我的警察 能够分辨出来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所以说啊 在整个的对抗生成网络当中啊 我要优化的就是两种网络 大D网络和大D网络 我要同时的进行优化 一方面让大D越好 另一方面让大D越好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对抗生成网络啊 它从整体上来说啊 做了一件什么事 这件事啊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吧 就是我们现在有两个网络 一个是D 一个是D 只要把啊 大家只要现在把这个D啊 和这个D啊 分别做了一件什么事 搞清楚了啊 我们这个对抗生成网络啊 就比较好理解了 我们在今天晚上去看 然后呢 在这一块给大家啊 列了一下 我们有两个网络吧 判别器 它是要做什么啊 火眼金睛 分辨出来我们的一个生成的 还有它的一个真实的啊 就是要能准确的分辨出来 哪些是真实的 哪些是生成的 生成器呢 生成器啊 它要漫天过海了 它只需要做一件事 骗过判别器就可以了 那最终啊 最终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最终我的结果就是说 生成器啊 生成出来的一个数据啊 简直太真了 判别器都分辨不出来了 虽然说啊 就是其实相当于什么 我要训练我的分类器 分类效果很好很好 但是呢 在这个分类器效果 很好很好的情况下 它也是不能把生成器 生成出来的东西 到底是真还是假 分辨出来 这个就是我对它生成网络啊 从整体上来说 要让它去做一件什么事